多好同学你们好 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学习第20章业绩评价 我们这一章呢 从他的这个内容来看啊 主要应该是一个客观题的把握 但是呢我们这一章里面像经济增加值 这个指标的计算呢 它是容易和其他的有关章节综合起来 在主观题里面考察我们的 你像我们在14年啊 那么它实际上是综合题里面 有一个步骤让我们来计算经济增加值 然后15年呢 它实际上是考了这个简化经济增加值的计算 也就是说它也是有出计算题的点 但大部分内容可能是主观题的 是客观题的考核 那么今年教材和我们去年相比的话呢 一个呢是精简了这个 就是市场增加值这一块 就把这块内容删除了 另外呢是增加了一节 财务业绩评价和非财务业绩评价 就是他们的优缺点的内容 但是增加内容很少 也就是一个客观题的考点 我们这一章呢 总共是三节内容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节 财务业绩评价和非财务业绩评价 那么这一节呢 是今年教材新增加的 我们这一节大家需要把握的 就是财务业绩评价和非财务业绩评价 相对比的优缺点 首先呢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就是财务业绩评价的优点和缺点的问题 那么对它的优点呢 我们说要谈两个方面 一个呢它是可以反映企业的综合的经营成果 因为我们在财务业绩评价里面 可能最常用指标就是有关比如利润啊 或者说是这个投资报告率啊 是吧或者权益经历率等等这些指标 那么利润这个指标呢 它比较的这个综合 对吧 它能够反映这个企业的一个综合的这个经营绩效 这是第一个优点 那么第二个优点是什么呢 这个数据呢 相对来说是比较好获得的 也就是我们要计算 比如说利润这个指标的数据啊 或者算这个投资报告率有关的指标 应该说数据比较好获得 对吧 操作也比较简便 也容易被人们理解 这是它的好处 但它的缺点呢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一般来说 我们谈到财务业绩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要算利润 它是当期的利润 或者说投资报告率 假设你用权益经历率啊 或者总资产经历率啊 它都是用当期的这个经历论 和我们的平均的投资额去做对比 所以它反映的是一个当期的 也就是财务业绩体现的是一个 当期财务结果 所以它实际上是企业的一个短期业绩 所以它就会有缺点 在企业的长期业绩改善方面 所做的努力 比如说我这个企业为了长远的发展 我们就是进行研发投入 是吧 然后呢我们要做大量的投资 那么研发费用的开支 或者说你想投资 这些呢 它可能从当期的利润来说 是一种费用 对吧 或者说投资摊销啊什么的 会有费用 但它是带来你的长远的发展的 但是可能你从利润这个指标里面 就给人一种感觉 我的成本费用多了 我的利润就会少了 是吧 所以这个指标有个缺点 就是没有办法反映管理者 在企业的长期业绩 改善方面做的努力 这是它第一个缺点 那么第二个缺点在于呢 就是 财务业绩呢 它实际上是一种 结果倒下 也就是我们最终看的是 它的利润率的情况 是吧 或者投资率的情况 它重视一个最终的财务结果 但是它对达成这个 就是有关 这个结果的改善过程呢 就是可以说是 缺乏考虑是吧 也就是说 企业怎么会实现 这么高的投资率 是从哪方面去做的改善 是吧 在技术方面怎么样啊 在人员方面怎么样啊 质量方面把控如何呀 这个可能反映不了 我只能反映 最终的结果 就是它利润如何 投资率如何 所以它是一种结果导向 也就是说没有办法去反映 我们这个改善过程 改善过程 它是欠考虑的 是吧 这是它的这个第二个缺点 那么第三个缺点呢 就是可能没有办法 公民的反映企业 管理成的这个真正的业绩 这个原因在于呢 就是因为我们计量 它的财务业绩 一般来说 我们是要利用这个会计程序 产生的这个会计数据 来进行考核 那么会计数据呢 它是要根据 比如说按照我们国家的话 比如说我们去遵循会计准则 是吧 那么你像美国 它按照公认的会计原则 是吧 那么实际上也就是说 它是要遵循一定的会计准则 但是呢 在会计记账 我们有很多 这个记账的原则呀 或者有一些假设什么的 就比如说 假设我们现在这个 几年前啊 我们比如说 投资购置了这个 就是我们这个企业厂房 是吧 或者我们这个 这一大片土地啊 等等这些 可能我们在会计上 主要是按照账面价值来记账 那现在呢 我们这个地产啊 或者我的这个厂房啊 其实升值了挺多的 对吧 但是呢 这个我们厂房 虽然价值升值了很多 但是照片上还是按 这个历史成本来记账 因为我们遵循的是 稳健性原则 那这个可能也 很没有办法去反映 这个企业它目前 它是上了它的资产的 价值的这个情况 对吧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因为快递有一些 就是稳健性的 这个记账的原则 是吧 那么这样以来 可能它对我们的 这个实际的这个结果 可能有一些 偏差 不符合它这个 当前的实际情况 所以 有这么三个区别 是吧 一个是没有办法 反映长期的这个业绩 以及不能够反映 管理层对长期改善方面 做的努力 第二个就是 它没有反映 我们这个改善过程中 我们做哪些工作 是吧 它只光是结果导项 此外呢 就是说 可能不能真实反映 管理层的真正业绩 因为我们按照会计 原则 来进行这个 计量这种业绩 它可能受到我们会计的 这个记账方法呀 或者记账一些原则 这些影响 是吧 所以这是它的这个缺点 可能最主要就是说 它没有体现长期业绩 不能反映过程的努力 是吧 那我们来看啊 非财务业绩评价 我们经常会说 评价的时候呢 既要考虑财务 还要考虑非财务 是吧 所以我们在 我们这一章的最后一节 要讲这个平衡积分卡 就是除了要考虑财务 还要把一些非财务 计量的因素考虑进去 那么非财务计量 它的这个优点是什么呢 就是能够体现长远业绩了 就不像我们财务业绩 它是反映的是过去的 是根据过去的这个利润啊 什么来进行计算的 而且反映的是一个短期的 就是当年的啊 顶多是这样 不能体验长远 那么非财务业绩评价 它可以体现长远业绩 是吧 比如说我们要看它的学习 这个企业学习成长能力啊 它的内部的控制流程啊等等 那么它要看它的这个 为它的长远发展 做的努力怎么样 是不是 能够体现外部 对企业整体评价 这是它的优点 但它有缺点 就是有一些 这个关键的 非财务业绩评价指标啊 可能有的时候会比较主观 是吧 就比如说 这个企业的学习成长能力怎么样 是吧 或者说它的这个 内部控制流程如何 它这个控制的好坏 或者学习的成长能力怎么样 有的时候 我们的主需要靠主观来判断 是吧 它不像这个 财务业绩评价 它是用货币来计量 是吧 那么它可能有一个 最起码用一个币值 这个财务计量的方法 能够反映出来 但是很多非财务的 这个业绩评价 它实际上是有一定的 主观判断的 是吧 而且呢 就是数据的收集 有一定的这个难度 所以我们在评价指标 数据的可靠性方面 实际上是难以保证的 因为非财务计量这一块 特别是有时候 你要比较不同的企业 有的时候可能会不可比 是吧 那你怎么去衡量它的这个 比如说我们跟孩子 随便举个例子 比如学习成长能力怎么样 是吧 有的时候可能不太好 获取相应的这个客观的数据 所以它有它的不足 那么我们 因为这个是今年新增加的 所以大家需要 在客观题方面要注意 财务业绩评价 和非财务业绩评价 相对比优缺点 大家帮我来看一道多选题 他们你下列有关 非财务业绩评价 与财务业绩评价 相比的特点表述正确的有 A那说 财务业绩评价 不能直接计量财务结果的改善过程 非财务业绩评价 可以计量财务结果的改善过程 这个应该是正确的 因为财务业绩评价 它是一个结果导向 不就是你的结果怎么样 但是对你这个过程 它不能够体现 但是非财务业绩评价 它会体现这个过程 是吧 比如说顾客的满意度的这个情况 是吧 这个企业的这个 学习成长能力怎么样 那它反映了一个 这样的一个改善过程 所以A应该是正确的 我们再来看B 如果财务业绩评价是短期的计量 非财务业绩评价 可以计量公司的长期业绩 那这也是正确的 我们再看C 说非财务业绩评价 相比财务业绩评价综合性强 应该说非财务业绩评价 它所评价可能反而是比较专项的 是吧 比如说我让你衡量 它的这个学习成长能力 或者我让你衡量 它的顾客满意度 它可能都只是反映这一方面 就顾客是不是满意 对不对 比如说这个退货率怎么样 等等这些 那它只是反映这个 顾客满意度这一块 它并不能反映你的综合的业绩 但是财务伎量 它一般是综合的业绩 是吧 这企业利润高 它一定是可能 有利能力强 可能是多方面 对于共同协同的运作 所以它的财务业绩 应该是综合性强 所以这C就不对了 我们再看D 财务业绩评价相比 非财务业绩评价 数据不好获得 财务业绩评价 它应该说 相应来说好算一点 是吧 我们的利润表 这样有利润率数据 你要想考虑相应的投资 比如说想算 总资产净利率啊 或算全英净利率啊 这些业绩评价指标 数据相应来说 是好获得的 所以这个D也是说法了 所以只有AB是正确的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看第二节 经济增加值 那么经济增加值这一节呢 主要是三个考点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 第一个考点 就是经济增加值的概念 其实经济增加值呢 它就是用这个企业的 这个调整后的 税后资金利润 然后减去一个 投入资本要求的 一个最低报酬 其实理解这个经济利润啊 或者我们说 其实经济增加值 它是经济利润的一种 我们经济利润 和会计利润的区别是什么 这个经济利润 和会计利润区别在于啊 它要考虑投资人 投入资金 它实际上有一个 就是机会成本的一个要求 也就是我这个投入的资金 如果我不投到你这一项 我投到其他的方案 最起码我还会有一个 相应的收益是不是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举个例子来说 假如大家看一下啊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项目 这项目呢 它呢 投资以后 它可以使我获得 我们的会计利润 比如说我可以获得 我的会计利润呢 假如说是获得了这个 三万的这个会计利润 那么如果要从会计来说 收入减去成本费用 那就是我们的这个会计利润 是吧 但是我们来看经济利润 它和会计利润区别在于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投资一个项目 我们说我的投资额 我投了有这个 比如说我投了一千万 我投资额投了一千万 然后呢 投产以后 这个带来一下我收入 当然还有各种成本费用 那么会计利润 我们在下面比较熟悉 会计利润它实际上 就是用你的这个有关的收入 减去各种成本费用 包括税啊等等这些东西 那这是我们的会计利润 但是呢 我们来看经济利润 那么经济利润它和会计利润的区别 在于什么 经济利润的含义呢 它实际上是问 它要考虑 我投资额 我投这么多 那我投资要求的最低暴投是多少 或者我比如这样来给大家分析 我这一千万 如果没有投到你这个项目 假设我们也不贪心 是吧 我说我能够达到国债的利率 什么就可以了 比如说国债利率3% 比如说我假设我要求的必要不好率 你最起码 你别低于3%吧 那要这样一来 大家可以想 我的一千万 如果我去买国债去了 那我还可以获得三十万的利息收益 但是现在啊 我拿这个钱去投到你这个项目 你给我的这个利润只有多少 只有三万 那是不是亏啊 所以什么叫经济利润 是吧 其实呢 我们上要把这个有关啊 你这个会计利润这一块 你还要考虑扣除我们投资人投入资金 所要求的这个最低报酬 是吧 也就是说你要考虑 这个投资资本 投入资本 应该达到了一个最低的必要不好率 比如说像我刚才这个例子 我的会计利润收入减成本费用3万 但是我投入的资本是一千万 我们要求的最低报酬 我要求不高 是吧 你达到国债利率水平就可以啊 我本来投到国债还可以赚到30万 投到你这只有3万 那你看你这个经济利润多少 就成了负的了 对吧 就是说你实际上没有给我带来财富的增长 你反而会减损我们财富 所以其实经济增加值这个指标啊 包括我们在上一章给大家讲 那个部门剩余收益 它实际上也都是一种经济利润的概念 就是说你不仅要考虑收入减成本费用 还要减去投资人投入资金 所要求达到那个最低的报酬 是吧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 对于经济增加值的这个确定 我们就是用调整后的税后经营利润 是吧 因为我们上 因为我们在以前给大家介绍过 就从整个企业实体来说 那么归属于全部投资人的收益 是税后经营经济利润 然后要减去一个呢 调整后的净投资资本 其实这个净投资资本 也就是我们的 就是净经营资产 是吧 其实我们这本书的这个概念啊 其实可能在前后章节 有的时候用的称为不太一样 但它实际上就是我们谈净经营资产 大家可以这么来理解 投入的资本 是吧 我们净投入的资本 净投资资本 或者有的时候把成为投资资本 所以都是一个概念 如果我从来源来考虑 我们这个净投入的资本从哪来 我们说所有者投的 所以所有者权益 所有者投的 还有债权人投的 净负债 所以从来源公式来说 这个净投入资本 就是所有者权益 加净负债 那么所有者 债权人投这么多资金 它占用在哪里 所以净投入资本 它的占用公式啊 其实就是我们的净 经营资产 就是我们净经营资产 所以我们在计算 经济增加值的时候啊 它是用 调整后的税后经营资产 这个怎么调整 我们后面再说啊 然后要减去一个 调整后的净投资资本 也就是调整后的净经营资产 如果要是假设 我们要没有调整项目呢 那就是说 税后经营经营论 减去净经营资产 乘上一个 加权平均的资本成本 因为这个净经营资产 不就所有的权益 加净负债吗 所以要考虑 所有者和债权人 他们共同要求 那个加权平均的 最低保抄 所以是这样 所以你可以看 这个公式啊 应该大家 通过我刚才举的例子 就应该好理解了 是不是 就是你的会计的这个利润 你只是收入 减去一个成本费用 但是呢 我们投入的资金 它实际上是有成本的 是不是 所以你要减去一个 我们投入资本 要求的最低保抄 这就是经营增加值 那么经营增加值 和我们在上一章 所讲的剩余经营收益 有相同点 就是都是要考虑 把我们获得这个利润 我们在前面 剩余这个经营收益 我们是用稀税钱利润 然后减去一个 就是有关我们这个 就是这个平均的这个 净金资产 然后呈上一个 投资人要求的必要报告率 就是在前面讲 剩余经营收益的时候 这么来谈的 那我们这个经济增加值 跟它的区别在于什么呢 我们前面是衡量部门的业绩 所以它用的是税钱的 但是现在我们呢 是要衡量的是一个 企业的业绩了 我们自己当讲 是企业业绩评价 所以实际上 我们是要考虑这个税后的 是不是 另外呢就是说 在计算经济增加值的时候 它是需要对会计数据 去做一些调整的 这个怎么调整 我们后面再给大家介绍 就是说它要把一些认为 就是你的会计 不太合适的一些方法 比如说随便说 假如说我们这个企业 我们投了很多 这个研发的这个投入 是吧 那么在会计上呢 我们有一些这个研发 它是可以资本化 但有一些不能够资本化 那你不能资本化 但实际上 我们之所以投这么多研发费用 它的目的是为了 企业长远发展 而不是光考虑当期 所以在经济增加值这块呢 我们就需要调整一下 对吧 就把你会计上作为费用了 但是我应该资本化的 我们就要去调整 所以实际上我们在 计算经济增加值的时候 就要把我们认为 这个会计数据 不太合理的地方 就要去做调整 是吧 所以它是要对会计数据 去调整的 包括调随后经济论 也包括调头的资本 是第一个不同 那么第二个不同呢 我们在前面算 剩余经营收益的时候 我们是拿稀碎钱利润 减去一个平均的 净经营资产 然后再乘上 投资人要求的必要保护率 那么投资人要求的 必要保护率 它实际上是根据什么呢 也就是说 我们剩余收益 这个保护率 它是可以根据 管理人的要求来做的选择 就是可以根据我们投资人 对待风险的态度 是吧 那么来考虑这个风险补偿 所以有一定的主观性 但是在经济增加值这一块 我们在确定这个投资本 应该达到追悼的时候 它是要根据什么呢 它是根据资本市场的 机会成本来计算资本成本 是吧 来实现我们增加值 和市场的衔接 就它并不是根据管理人 它根据风险的态度 去调整的 那样的话有一定的主观性 我们这个加权平均成本 是根据资本市场的 机会成本来计算 这两个最主要的不同 是吧 那实际上还有一条 就是我们在前面 谈的这个 顺余经营收益 我们用的是税前的 是吧 就是我们在 等于说是第十九章 顺余经营收益 顺余经营收益用税前 但是经济增加值 它是衡量一个企业业绩 我们是用税后的 是吧 用的是税后 就是经济增加值 在算的时候用的是税后 但是前面的 顺余收益的时候 我们用的是税前的 所以这个后面 还会给大家总结 我们先大致看一下 当然这是经济增加值 基本的概念 就是要比快捷的利润 我要多考虑一个投入人 就是投资人投资本的 这个成本这一块 那么对于经济增加值呢 我们有四种 不同含义的经济增加值 包括基本的 披露的 特殊的 还有真实的 那我们分别来看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 基本的经济增加值 这个基本的经济增加值 它是根据什么呢 就是根据没有经过调整的 经营利润 以及没有调整这个总资产 来计算的经济增加值 那么它基本公式呢 就是用税后经营净利润 减去一个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乘上报表总资产 就直接利用会计数据 不做调整 是吧 所以这个比较简单 就是它不对 这个有关的 这个税后经营利润 和这个总资产 去做调整 是吧 那么由于它没有做调整 所以呢 其实歪曲了 真实的业绩 是吧 比如我们做业绩评价 它实际上就要考虑 这个企业 它这个真实的这个业绩 有一些会计上不太合理的 是希望要给它调整的 因为经济增加值 你像按照我们这个 总的概念来说 它是希望用调整后的 税后经营利润 减去调整后的 净投资本成本 但是基本呢 它就比较简化 我不调整 我就直接拿会计的 这个税后经营利润 减去这个会计上的 报表总资产 乘上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就第一个缺点 就是它没有考虑 这个调整的问题 这是它的缺点 但它的优点是什么呢 就是它承认了 我们股权资金的这个成本 是吧 就相比较会计的净利润 你看我们会计上 在算税后净利润的时候 它是扣了利息了 是吧 但它并没有考虑 股东投入资本 也是有代价的呀 那么我们在计算 这个经济增加值的时候 就和会计相比 不仅要扣除 我们会计上 就说考虑借债利息 作为费用 还要扣除 股东投入资金的这个成本 所以它实际上 是承认了股权资金的成本 这谈第一个经济的 基本经济增加值 那我们再来看 第二个增加值 就是披露的经济增加值 这个披露的经济增加值 是符合我们刚才 谈的那个概念的 你看我们这里面 给大家列出的公式 就是披露的经济加值 等于什么呢 它就是用调整后的 税后金利润 减去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乘以调整后的投资资本 这是跟我们教材 首先列示出来 经济增加值 那个概念是一致的 那么对于披露的 经济增加值呢 它实际上 就是要对会计数据 去做一些调整 一般来说 要调这个十几项 是吧 有关需要调的数据 那么这些调整 它就是根据 企业所公布的财务报告 还有它一些 这个会计管理辅助 是吧 就利用它公布的 这些信息来进行调整 对于这个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呢 它对企业内部的 所有的经济单位 是使用统一的资本成本 就是披露增加值 它的这个资本成本 就是还是要基于资本市场 是吧 然后根据资本市场 这个机会成本率来考虑 利用这个基于市场的 这个机会成本率来考虑的 这是谈第二个 披露的经济增加值 那么在披露增加值呢 我们从考试来看 或者我们这本书来说 它介绍的调整项目 介绍了有六个 但有一个实际上是出错了 我们上去掌握五个就可以了 首先我们来看 对于这个 我们计算披露的经济增加值 我们是需要调整的 包括税后基金经理论 包括投入资本 我们都要调 那么它调整的原则是什么呢 就是所有对未来利润 有贡献的支出 都应该是投资 就是说你不能够 全都由当期 这个利润来 这个承担 是吧 这样可能就会 有的时候企业 如果你要 这个把这个所有的 这个比如像我说研发了 或者市场的开拓 这些费用 你都进入当期损益 那就显得我当期的利润很少 对吧 那么假如说这个 比如说我作为这个总经理来说 反正我也不想考虑什么 长远发展 我就在我任期之内 我利润都要多就行了 那我利润多 你就给我奖励多 那因此他可能就会 不顾长远发展 我也不考虑什么研发投入了 也不考虑什么创新啊 或什么的 我就怎么样节约成本 怎么样减少支出 我的利润多就可以了 那样会导致我们 就是说不利于长远发展 是不是 但是呢 他在做业绩评价时候呢 他就要考虑 为了避免 就像我刚才所谈的 是吧 你要是所有的这些 这个为了长远发展 这些东西啊 这些支出 你都给他记录当期 所以不合适 所以应该把它资本化 所以他的一个基本原则 就是所有对未来利润 有贡献的支出 都应该是投资 那么按照这个原则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调整 第一个就是研发费用 是吧 比较典型的 就是经济增加值呢 是要求把它作为一项投资 并且在一个 合理的期限内摊销 不能够直接进入 发生研发费用那一期 而是要在未来 这个多个期限内去摊销 然后第二个你看 战略性投资 那么会计呢 是会把这个投资的利息 进入到当期的 这个财务费用 但是经济增加值 他认为啊 就战略性投资 这些利息费用 你呢也应该是 给他在一个 这个专门账户中 给他资本化 而且呢 逐渐去摊销 是吧 第三个 为了建立品牌 进入市场 或者扩大市场份额 发完的费用 然后会计是作为费用 就立刻从利润中扣除了 但经济增加 只是要求把这个 争取客户的 这个营销费用 然后给他资本化 并且在适量期限内摊销 所以你可以看 他前面的几个都是 会计上费用化的 但是我们认为 你这个费用是为了长远的发展 是要对未来的多期利润 是要做贡献的 所以你不应该费用化 你应该资本化 然后分期去摊 就是这样 那我们再看第四个折旧 折旧方法呢 就是说我们会计上 一般采用直线法 但是经济增加值 他要求呢 对某些大量使用 长期设备的公司 你这个折旧 他应该按照 沉淀资金折旧法来处理 所谓沉淀资金折旧法呢 他是前期折旧少 后期折旧多 所以我觉得这个 一般来说主关题不会考 我们但在客观题里面 大家知道一下 所谓沉淀资金折旧法 他就认为要符合 这个我们这实物资产的 这个耗用的规律 一般来说 我们刚开始新设备 他可能效率高 维修保养比较少 但越往后越成就了 他可能相应的这个磨损 各方面会比较快 所以他是前期折旧少 后期折旧多的这样 一样沉淀资金折旧法 和交流法正好反过来了 是吧 这是谈的第四个 那么第五点 就是重组费用 同样会计上也是把它作为 就是过去投资的损失 看来 立即确认为当期费用 但经济增加值认为 他实际上我们重组 是一个增加股东财富的机遇 所以应该把重组费用 作为投资来处理 也是要应该资本化 以后分期谈的问题 这是五个典型的调整项目 那我们需要调整一下 我们教材上还谈一个 商业的这个处理 就是这个话 也是每年都会有这个问题 好 文艺今年改对了吧 第二年又改错了 然后老师出了一个错误 但是我觉得他 一到初题的时候 就发现他这个错了 这块我觉得 大家商业不用去管他 是吧 因为按照我们国家 这个会计准则的规定 商业是不走贪销的 是吧 是通过减值测试的方式 进行处理 那么对于商业的这个减值呢 它实际上是属于 有证据表明 它的价值的确下降了 所以是不用调整的 是吧 所以我们在 就很想说对商业是吧 把它所谓资本化 什么贪销那样 其实也是 应该说不是 不太合理 所以我们就不去看他了 那我们现在来理解一下 你看我们说 需要调整 是吧 特别是 就是除了择救以外 我们说那时候客观体里面 告你去沉淀资金择救法 其他四个 你都可以把它理解为 是会计上费用化了 但是我们认为应该资本化 是吧 那你既然要资本化 那你可以想 因为会计上已经费用化了 那我就要把你的费用化 给它调整回来 对不对 所以要调整 税后基金经理论 同时呢 他认为你应该资本化嘛 所以你一方面要调整 税后基金经理论 另外一方面还要什么呀 还要调整这个投入资本 是不是 所以也就是我们的调整 他要按照 富士记账的原理 同时调 不仅涉及利润表 还要涉及资产负贷表 是吧 比如说像研发费用 那么你从当期的 费用中减除以后 等于说你的税后基金经理论 你要给我加上 对吧 同时呢 你也要调整 进投入资本 我们一般采取的是 这个间接法 是吧 那么比如说 你像我们 这个公式哈 我们调整后的 税后基金经理论 这一下 怎么算 是吧 那我们就是把它这个 我们会计上那个 当然我们是基于管理用报表 是吧 所以确定的那个 税后基金经理论 我们把这个税后 经营经理论 然后呢 你要给我调 调整 是吧 假设我们 比如建立品牌的费用啊 或者研发费用等等 我们要加上这个调整的 调整的这个 这个有关的这个费用 是吧 但是这个调整的费用呢 大家要知道 实际上 我们在 计算这个 会计利润的时候 这个费用 它当然是税前列治的 所以在调的时候 你注意要调税后的 是吧 调税后的这个费用 就它给了研发费用多少 或者品牌费用多少 那你调整的时候 应该把那个研发费用 或者品牌费用 而成了一减T 同时呢 按照富士介绍原理 我们调整后的 投资资本 怎么来算呢 我们刚才讲的投资资本 就是我们 其实第二 前面第二章介绍的 净金银资产 对吧 就是我们净金银资产 那么这个净金银资产呢 你也要过调整 那么调整的时候呢 一样 也是要调整 是吧 因为它要资本化嘛 就要考虑把那个调整后的 那个 这个有关的费用 这个调整的费用 到底是什么 考试会给你 如果考译关题 然后你注意 你那块调税后的 我这块也是调税后的 就是一致了 对吧 我们来看一道多选题 这是我们去年的考题 他就问一下 在计算披露的 经济增加值的时候 下列各项中 需要进行调整的项目用 A 研究费用 那实际上我们说 研究开发费用 应该都是要调整的 所以A是要调整的 B呢 说争取客户的营销费用 这也是对 所以说资本化利息 这个不用调 对吧 所以资本化利息 它没有影响 我们有关的这个利润 对吧 这个不要去调它 然后D呢 说企业并购 从费用这个也要调 所以应该选择ABD的 然后我们看 513年也曾经考过一个单选题 他们根据公司公开的 财务报告计算 披露的经济加值 不需要纳务调整的实项是 A呢 说进入当期损益的 平坏和推广费 这个要调 B说进入当期损益 研发支出 这个要调的 C说进入当期损益的 商业减值 其实我们这个减值 它是已经有证据表明 它确实是它的价值下降 所以这个不要去调的 对吧 所以是一个C不对的 我们今天教材 它实际上写的是有些问题 但是考试出题 它又是正确的出题方法 我们再看 表外长期性的经营租资产 那表外的 这个长期经营租资产 我们把它要调增 这个投资资本 是不是 所以这个实际上 是要调整的 所以这样的话 只有C是不对的 是吧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以往的一个考题 我们看11年这个计算题 A公司是一家 处于成长阶段 上市公司 正在对10年的业绩 进行计量和评价 有关资料如下 第一个就告诉我们 A公司啊 10年的销售收入是2500万 营业成本1340万 销售及管理费用500万 利息费用236万 第二个资料是给了我们这个公司 2010年的平均的总资产5200 平均的金融资产是100万 那说明平均经营资产 就是5100了 对吧 又告我平均经营负债是100 所以我平均净经营资产呢 那应该是5000万 是吧 平均股东权益是2000 所以我可以得到我的这个净负债 是吧 我们净负债应该是3000 也都可以可算出来 然后第三个资料告诉我们 目前资本市场上 等分险投资的权益资本 是12% 税前的净负债的成本 是8% 然后10年的A公司董事会 对A公司要求的目标权益 经历率15% 要求的目标税前 净负债成本是8% 然后又告我们 A公司使用的所得税率25% 其实我们来看他要求吧 第一问啊 让你计算A公司的 净金资产经历率 还有权益经历率 这净金资产经历率 这是我们在前面第二章 所学过的 他就是用这个税后 经营经历率 经营经历润 比上一个呢 我们的净金资产 比上净金资产 然后权益经历率的话呢 应该是拿经历润 比上所有者权益 而且我们分子是17数 分母是10点 所以最好的话 应该去平均数 是比较合理一些 是吧 应该去平均 会好一些 所以我们就去找 首先看税后经营净利润 税后经营净利润 这个第一个资料 是给了我有关收入成本 费用包括利息 税后经营净利润 它只是不扣利息 但是要扣税的 所以像我们这个 如果让我求这个 比如说我们先求EBIT吧 不扣利息 不扣税的利润 就是把这个销售收入2500 减营业成本1340 再减去一个 税后管理费用500 这样我就可以得到我的EBIT 然后我们的税后经营净利润呢 就把EBIT乘个1.T就可以 是不是这样啊 所以你可以看我们这里面的这个 我们就看答案吧 就是把这个EBIT乘上 1减数的税率 我可以得到税后经营净利润 那么税后的利息 是吧 因为我们还要得到 这个有关净利润吧 那么净利润的话 实际上是拿税后经营净利润 减去税后利息 所以税后利息 我们就把利息乘上1减数的税率 可以到税后利息 两个1减的净利润了 那么平均的净金资产 我们跟他已经分析了 因为他给了我金融资产是100万 那我们总资产5200 所以总资产减去金融资产 那就是经营资产了 然后经营资产再减经营负债 就是净经营资产 对吧 所以这样的话 我的平均的净经营资产也可以有了 那么净经营资产净利率 是拿税后经营净利润比上平均的净经营资产 权益净利润的话 是净利润比上平均的所有的权益 那这个我们刚才已经分析了 所以第一问其实就是 其实考的是我们前面第二章的知识 对吧 我们现在看第二问 让你计算A公司的披露的经济增加值 那么披露的增加值 我们上次要去做调整的 对吧 它和我们经营增加值 那个最基本的概念是一致的 要考虑调整后的税后经营利润 减去呢 调整后的进投资资本 乘上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对吧 而且我们也给大家强调 就经济增加值和剩余收益的区别在于什么呢 就经济增加值 它的这个在确定这个投资本所要求的 那个追报的时候 它是用基于资本市场的那个资本成本 那么剩余收益的话 是用投资人要求的比较不好的 所以像我们刚才这块 它给了我们市场上的等分险权益资本成本 还有税前进负贷成本 也给了这个董事会要求的 这个权益经历率和进负贷成本 但是我们计算经济增加值 应该用基于资本市场的 是吧 应该利用基于资本市场的这个资本成本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 它这个资本成本这个好说 但是它调整怎么调 主观提大家放心 需要调什么 它体重都会给你提示 你像我们这要提说 计算时需要调整的事项如下 为了扩大市场份额呢 A公司在2010年年末 发生了营销支出200万 全部都记录了销售及管理费用 等于说你在年末发生 全部记录当期销管理费用 但是我们觉得营销 为了扩大市场份额的营销支出 它是要为建立品牌啊 是吧 或者树立的企业良好生意 是为将来的利润也要做贡献的 所以我们就应该怎么样呢 把它这个费用啊 应该资本化 是吧 所以记录 计算披露增加值 要把该营销费用资本化 然后它提示你呢 调整的时候 按照富士计账原理 同时调整 税后经营净利润 和净经营资产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啊 有关税后经营净利润 我们刚才已经计算出来了 是吧 我们就利用我们这个 第一问的答案 它就是495 对不对 然后呢 呃 我们的这个调整后的 净投资资本怎么算呢 我们也是要依据 这个净经营资产 平均经营资是5000 所以呢 我们现在来分析啊 这个税后经营净利润 是495 也就是我们会计的 这个本来是495 对吧 我们要不调的话 就是这个 然后减去一个呢 呃 我们的 净经资产5000 然后再要 要乘上一个资本成本率 是吧 乘一个资本成本率 呃 加权平均的资本成本 应该是这样 我们现在先来考虑 这个调整 如何来调哈 这个495 这是会计的 那我现在要调的话呢 怎么来调呢 就是把会计上啊 它已经费用化 我要给它资本化 既然你要把它 变成资本化 那就应该把利润要调整 因为你的费用少了 所以我要把这495 要给它调整 那么在调的时候呢 要终于调税后的 因为你这营销支出200啊 它实际上 呃 在会计的计算的时候 它实际上 是税前列治可以抵税的 所以我在调的时候 我就应该把495 加上一个200 乘上1减去 它给我们的这个 所得税率税率 是吧 我们这个平均税率 它给的适用税率25% 就是200乘以1减25% 这样 然后呢 我们这个投资资本这块 你记住要按照 富士记账原理 因为你 因为它应该要资本化嘛 它既然资本化 那么你就应该把这个 5000也要给它调整 也是要加上 这个200 乘上一个 1减25% 是吧 应该是这样的 呃 这是说 这两块调整 这一块要注意一下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啊 呃 我们这条题呢 因为它是告你说 是这个A公司呢 是在2010年年末 发生的营销支出 200万 年末刚发生 是吧 所以呢 它如果要是 因为我们认为 它是资本化 在以后期间摊销 所以它在2010年当年啊 不应该摊 既然是当年 不应该摊销 所以呢 我们就要把 它这个利润里面 已经减去那块 要全部都加回来 是不是 但是如果我们把 这个例题 假如说 我给你改一下 是吧 如果我要把例题改了 我改成什么呢 这个200万 它不是发生在 2010年年末 我是改成 发生在 2010年的 年初的话 那我该怎么办 如果是发生在年初 那实际上 我这200万里面 在当年就要摊销了 那如果要摊销 它考试一定会告诉你 因为我们说 这个按照经济增加值 它认为这些 就是会计上 把它费用化 但是我们财务管理 做业绩评价 把它资本化 那么应当有 以后的利润承担 以后期间去分期摊 那既然你要认为 是以后期间分期摊 你得告诉我分几年摊 那么如果它叫题 要改成是翻在 2010年年初 它考试的 一定要提示我 说我们认为 需要调整 再假设我加一个 我说假设 以后十年内摊销 如果要是这句话有的话 大家看 同样是我们这道例题 我要调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根据 这个改的这个情况 来考虑的问题 我改了 把题改了 那这个495 在调的时候 大家看 495我要调真 调真的话 应该调多少 因为这200研发费用 它要分十年去摊 就这个建立市场 苏立品牌 这个市场的这个拓展费用 200万要分十年摊 既然分十年摊 那么我们在2010年 当年只能摊 20万 那这个是要 几乎当期损益的 那我需要调的 就要调180 是不是 那我就应该加上 这个180 是吧 然后乘上一个 第一减25% 同理呢 那我要调这个 5000万的时候呢 一样道理 我就要把这个5000 也是要加上一个180 乘1减25% 是吧 这个说我说 如果改题 我把题改了 是吧 我把题改了以后 那就会变成这样了 是吧 同样一道题 所以我们说 财务管理考试是这样 它稍微变一点条件 我们改完以后 这个题改 它的结果就会和那个 完全不一样了 是不是 但是我们这套题 发生在2010年年末 那么在当期 就不应该记录费用 所以我是全部的 这200万 存一减击数的税率 都是应该 给它资本化 然后以后再谈 是吧 就是这样 那么这个 我们知道怎么调了 还有一块要注意 基于资本市场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基于资本市场的 这个加权平均成本 怎么来考虑 因为它已经告诉我了 资本市场上等分险投资 权益资本成本是12% 所以我们要考虑 加权资本成本呢 我应该考虑 股权的资本成本 乘上一个股权比重 再加上一个呢 债务的税后成本 乘上一个债务的比重 股权资本成本12% 而税前的是8% 所以税后的就是8% 得乘上1减25% 但是现在关键在于 它这个权重这块 怎么考虑 这个权重啊 我们上 首先大家知道 在我们计算这个 加权资本成本的时候 我们这个权重应该是用 这个基于管理用报表 这种权重 就是应该是 看你的这个净负债 和所有者权益 他们之间这种构成的问题 比如说股权比重 应该是所有者权益 比上一个净金资产 而债务比重的是 净负债比上 这个净金资产 那么这个权重 有同学 他会问啊 就是说你看 既然你告诉我了 要把它这个 5000万要调 比如说还是按照我们书 书上来说 这个5000万要给它调整 为什么呢 就是5000要加上一个 200层一减25% 是要调增 是吧 调增这个投入资本 那我这个权重 在考虑这个 金资产和权益这块 我是不是也应该 不是按5000了 而是要根据5000层一减 5000加上200层一减25% 去考虑里面的 负债权益的问题 大家其实不用考虑 那么麻烦 因为这个权重这一块 其实我们一般 就是按它当前的 就是说没有调整 以前的 对吧 就是因为调整后的话 就比如说你说 这个研发费用 我应该这个资本化 不要这个费用化 那你这个资本化这块 你觉得是影响什么 是影响所有的权益 还是影响负债 是吧 这个其实不太好说 所以我们在计算 这个权重的时候呢 我们通常是什么呢 就是用它在调整之前的 那个账面的 就是我们管理用报表 那个权重 是吧 这权重它不用调 但是在算那个 就是调的时候 只是调那个税后 金融金利润和进投资本 但是在计算加权资本的时候 我们是基于资本市场 基于资本市场 那资本成本 这个权重不用调 这个权重股权资本成本 我们就用的是 在做那调整钱的 是吧 用调整钱的那个 所有者权益 看它占你的 进经营资产的比重 同理负债也是用调整钱的 不要调 就没有必要去调整了 那么要这样一来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里头 刚才我们已经分析了 金融资产100 平均的金负债100 所以我们说 我的平均的 进经营资产 那就是5000万 对吧 然后呢 这里面因为所有者权益 是2000 所以我的净负债 就是3000 所以权重就好办了 债务占五分之三 权益占五分之二 然后我们这个权益 占五分之二 债务是占五分之三 这样就可以把 加权资本成本 就能够计算出来 是不是 那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个 有关这个答案 是吧 就是在确定这个 以市场为基础的 加权平成本 它是基于市场的 机会成本 这个权重不用调 是吧 这个是要 我们不用去调 不用调这个权重 那么 税后精英经理论 和进投资本 我们是要去做调的 这个上是要去调 是吧 那么调的时候 你看我要调的是 一个税后的 同理这个调真的 这个进投资本 这个150 同样是指的 就是我这个200层 一减25% 算出来的 是吧 调成税后的 所以披露的经济增加值呢 就用调整后的 税后精英经理论 减去调整后的 投资本乘以 加权平均的资本成本 就可以了 是吧 然后它这个第三问 让你去和传统的 以盈利为基础的 业绩评价相比 增加值的 有什么优缺点 是吧 这个我们 因为后面还会讲这个问题 给大家 我们先放一下 是吧 因为我们这个考试啊 有一道计算题 它通常会有5分的 英语附加分 所以通常它每一年 都会有一道题 有点像简答题似的 因为它为了考你 就是我想给你5分的 这个附加分 如果就光是像考计算啊 那基本上考不了 什么英文的好坏 所以它会有一个简答题啊 那像我们那一年上 这道题是 有这个附加分的 那好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 就是特殊的增加值 以及第四个 真实的增加值 首先看什么叫特殊的 这个特殊的增加值 它只是 为了使这个增加值呢 能够适合特定公司的 内部的业绩管理 它要做一些特殊的调整 那么这个调整呢 它是要利用公司内部的 有关的数据来进行调整 这个特殊的增加值 首先它是根据特定企业 它自身的情况 量身定做的 是吧 所以它是一个 量身定做的 进行增加值 第二呢 要注意我们在调的时候 它的调整项目 都是可控制的项目 也就是说 经过自身的努力 是可以改变数额的 是吧 就这个项目 它一定是经过 你的自身努力 可以改变数额的项目 它才去调整 是吧 第三个呢 就是对我们 公司内部的 所有的精英单位 它都是统一 利用统一的资本成本 是吧 就比如基于资本市场 那机会 也是利用统一的 这是和我们前面 就是披露的价值 是一样的 是吧 但是不同点在于 它是根据 企业自身的这个情况 量身定做 而且是 调的是可控制的项目 是吧 这是谈的这个 特殊的 进行价值 是吧 那我们再来看 第四个真实的 那么这真实的 进行价值呢 它可以说是公司 经济利润啊 最正确的 是最正确的度量指标 它是要求对 会计数据呢 做出所有必要的调整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四个 进行价值 它是 你像基本的 它就不调 然后披露的话呢 一般就调十几项 然后我们这本说的 点型的 它其实它谈是五项 对吧 而特殊的话呢 它是要对这个 公司自身的情况 是吧 对于它可控制的项目 去调 就它能够控制 它去改变 它是我的 就是你能够 通过努力 可以改变 是我的 我才去给你调整 而到了真实的 进行价值呢 它是要对 会计数据 做出所有必要 它调数目是最多的 对吧 而且不仅仅 是调我们的 随后基金经理论 调尽头资本 它还要什么呢 调资本成本 就是对 每一个经营单位 都要使用不同的 更加准确的资本成本 就它调的范围更广 它连资本成本 它都要去调 对每一个单位 都要去调 这是我们谈的 有关这个 另外的两种 如果一般来说 我们这四个 经济增加值 考试 如果考计算题的话 它主要是 披露增加值 是吧 因为它调数目 毕竟不多嘛 像这两个主要 就是客观题里面 大家要注意 首先特殊的增加值 是根据 公司自身情况 量身定做的 而且它只是调整 企业经过自身努力 可以改变 数我的可控的项目 那么要注意 真实的经济增加值呢 它实际上是理论上 是最正确的 公司经济利润的 一个衡量 它调所有的 它是应该调的 而且不停要调 税后经济经济利润 不停要调 投资资本 它还要调 资本成本 对每一个经营单位 它都要用 更加准确的资本成本 所以它调的是最多的 是吧 所以理论上是 最准确的一个读量 经济利润是怎么样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道 多选题 说根据公司公开的 经济增加值时 需要纳入调整的事项 有A呢 是通过自身的努力 可以改变数额的项目 是吧 就是计算这个 特殊的经济增加值的时候 它实际上是 就是调的这个项目 它是一定是调整的 是可控的项目 是吧 那么这个A呢 应该是对的 就是它是 其实是这个调整的项目 是要经过自身努力 可以改变数额的这个项目 然后B呢 说继续当期损益的 争取客户的营销费用 那这个时候应该要调 是吧 而且这个也是 我们可以控制的 对吧 然后再次看C 说对快据数据 做出所有比较的调整 对C不对了 D说对每一个经营单位 都是基于各自不同的 生险资本成本 其实CD是 这个真实的是吧 就是我们这个 谈的这个就是 这两个增加值里面 真实的经营价值 它是要对所有的快速 要去调 对吧 还要调它的这个资本成本 所以A和B是正确 这个CD就错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道单选题 公司经济利润 最正确和最准确度 量指标是什么 那么这个从理论上讲 就是真实的经营价值 应该选择第一 那我们来总结一下 你看通过我们前面的讲解 我们是介绍了四种 经营增加值 包括基本的 披露的 特殊的 还有真实的 那么对于基本的 经营增加值 它的特点就是说 不去做调整 它就是利用我们快 报表好那个 有关随后经营利润 或者报表总资产 然后去进行计算 它唯一的优点 就是相比较会计利润来说 它考虑的股东投入资本 它是有成本的 所以它实际上不调整 它实际上是 不需要去做调整的 对吧 然后呢 这个披露的经济增加值 它是要调整 那么这个调整 它是根据什么呀 根据这个 公布的 是吧 根据企业这个 公布的 这个会计报告啊 或者说是这个 会计报告的 这个辅助等等 是根据公布的 这个财务信息 是吧 根据公布的 这个财务报告 的有关信息 去调整 这是披露的 进展价值 是吧 通常可能要调 十几个项目啊 我们这边说 调五个项目 然后等到特殊的 增加值呢 它是根据公司的 自身情况量身定做的 所以它的调整啊 它呢 不仅要根据公布的 它要根据 这个公司 是吧 企业 对外公布的 以及呢 内部的信息 啊 以及内部的一些 信息 然后去做调整 是吧 它调的时候 它主要调的是一些 可控制的 是吧 它所调的 它主要调的是 可控的一些项目 就是按照自身努力 它能够降低 它属于我的那些项目 是吧 自身努力可以 调整它属于我的那些项目 呃 那么我们这两个调都是 既要调税后 经济利润 要调尽头资本的 但是不调资本成本 所以你看 呃 我们对公司内部的 所有经济代理 都使用统一的资本成本 等到真实的经济增加值 它呢 要调整所有的 它就不是光调 这个 可控的了 它要调所有的 它认为应该调的项目 调所有的这个 这个项目 它所有应该调的 这个信息 它都要考虑 而且呢不仅要调 税后经济经济利润 调资本成本 它还要对每一个经营单位 还要用资本成本 资本成本它也要调 是吧 所以从理论上讲 真实的经济增加值 是公司经济利润 最正确 最准确的度量指标 而这个特殊的增加值呢 是根据公司的情况 量身定做的 但从公司整体业绩评价来看 最有意义的是 基本的新增加值 和披露的增加值 是吧 这样便于比较 所以这个四个增加值 特点 大家是需要把握的 另外大家看 第四个问题啊 就是我们在上一章 给大家介绍 就是责任中心的 业绩评价的时候啊 我们也谈到 投资中心的 业绩评价指标 有一个部门的 剩余收益 那么部门剩余收益 和经济增加值啊 他们有相同的地方 都是要比会计利润 要扣除这个投资 要求那个所谓的 一个必要的一个补偿 对吧 有相同的地方 对吧 它俩可以说 都是经济利润的一种吧 但是我们来看 他们这个区别点 首先从这个评价目的来说 部门剩余收益 它的主要的目的 旨在设定部门 投资最暴力 防止部门利益 伤害整体利益 避免自由化 就是为了克服 投资暴力的缺点 是吧 然后呢 使得这个 要使部门的决策 和整体利益一致 是吧 这是它的一个目的 但是经济增加值呢 它的目的是 旨在使得经理人员 要赚取超过资本成本的报酬 来促进股东财富的大化 是吧 它基于资本市场的那个 就是资本的那个 就是机会成本来确定资本成本 这是谈 第一个评价目的是不一样 是吧 部门市运收益 是为了克服投资率缺点 防止部门 这个利益 伤害整体利益 而经济增加值是为了促进股东财富的大化 第二个计算依据啊 我们因为前面讲的是部门剩余收益 所以我在前面我们第十九章 我们都用的是税前的 那是税前部门营业利润 和税前的保护率来进行计算 也就是说我们在计算部门剩余收益的时候 我们代码来说就是拿EBIT对吧 然后减去一个部门的 平均 也是平均经营资产 然后乘上一个投资人要求的税前的比较保护率 是吧 投资人要求的税前这个保护率 用的是税前的 但是经济增加值的计算 我们用的就不是EBIT了 用的是 而且要考虑调整 是吧 用的是调整后的税后经营经理论 就经济增加值这个考虑的在于 首先他用的是税后 而且用的是调整后的 用的是调整后的 这个EBIT 乘1-T 对吧 然后减去的是什么呢 调整后的还是调整 调整后的 这个平均的净经营资产 所以有点像 但是你看 我们跟他相比在于 他就直接拿EBIT 部门平均净经营资产 乘上税前保护率 而我们是用调整后的 税后经营理论 减去调整后的平均经营资产 然后乘的是什么呀 税后的 应该是税后的 加权资本成本 就是他们的不同 是吧 我们用的是税后的经营利论 和税后的资本成本 然后呢 这个资本成本的选择呢 我们在部门 省云收益这块 它是要考虑管理者的要求的 是吧 以及部门分险的高低 所以我们在前面讲 部门省云收益有一个优点 它可以根据 分险来调整 这个资本成本 是吧 或调整那个必要保护率 可以考虑不同部门的分险 但是对于经济增加值的话呢 我们其实这个资本成本 它是基于 这个资本市场的计算方法 来确定的 是吧 也就是资本市场上 你这个资本成本有变化 那我们就要相应去调整 所以这是它的这个 主要的这几个区别 是吧 可以说 应该说四个方面 一个是评价目的不同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的计算的这个 税前还是税后 这块不一样 第三个就是说 对于这个资本成本这块 是吧 有没有受到管理者 对待分险态度这个影响 然后第四个就是 有没有调整 是吧 剩余收益它们不调整 但是我们在算 经济增加值又是要调整 我们下面可以结合 这个例子 你看我们在前面第十九章 我们也是让你衡量 这个公司的 就是AB两个部门 它的有关的业绩 但是我们在前面衡量 是没有考虑税 那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 AB这两个部门 你像部门的税前 基因利润 有关它的这个 所罗税的情况 部门税后基因基因利润 部门平均基因资产 平均基因负债 平均净基因资产 我们都有是不是 那现在大家看 我们比如给大家补个要求 如果所得税率25% 加钱平均 它给的是税前资本成本11% 假设没有需要调整事项 它在那边没有调整 那我们就不需要调了 但是呢 我们说即使是没有调整 我们和前面讲的 部门剩余收益 是不一样的 大家可以帮我先回忆一下 比如说你看 我们在前面介绍 如果我想让你算 这两个部门的 这个剩余收益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拿什么呀 税前基因利润 比如说我们以 B部门为例吧 是吧 我们先以B部门为例 我们这个B部门呢 你看他的这个 税前的基因利润是多少 是9万 对吧 他前面税前基因利润是9万 然后减去一个 他的这个平均的净基因资产 这个56万 减去56万 然后成的是什么呢 税前的这个 就是必要保护力吧 是这样的 但是呢 现在大家看啊 如果我让你算的是 B部门的经济增加值呢 那我就用税后的了 得用这个9万乘上 1减去25% 是吧 因为我们部门 所以说用的是EBIT 而我应该用EBIT成1减T 或者说我们就直接来看 大家看B部门的 税后基因利润是多少 67500啊 我就可以直接拿 67500 减去一个56万 但是我成的是什么呢 11% 乘上1减20% 是不是这样啊 同理A部门也是这样 所以大家可以 我直接看完 因为我们让你求经济增加值了 那经济增加值对于 A部门和B部门来看 我们都是用的是什么呢 这个都是他的这个 税后经营经理润 用的都是税后经营经理润 这一项 是吧 然后减去一个平均的 净金资产 成的是什么呢 税后的加权资本成本 是吧 好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问 说B部门经理如果采纳 前面提到投资机会 投资额呢 是10万元 每年的税前获利 13000 税前报告率是13% 让你计算 B部门经理采纳 投资方案后的 金资价值 那么其实就是 可以这样来看 我们刚才算出来的 金资价值呢 原来是67500 对吧 第一项那我现在要调整吧 那我们再接着看 第三问 他如果部门经理 如果他是采纳 就减少这个投资的方案 那么还是一样道理 其实我们书上给的这个答案 你可以看一下 他是用9万减去6500 实际上这个9万 乘上1减25% 就是我们的6750 你怎么做都行 是吧 就相当于把他这个 就是EBIT乘1减T嘛 然后再减去一个 我的这个投资资本 减好以后的投资资本 乘上一个税后的 减少资本 这样来考 是不是 这是我们的 经济增加值的这个计算 其实同样经济增加值 他也是能够使得 你这个部门决策 和整个企业整体的意义 是一致 实际上就只要我们 这个投资的 这个获取的报酬 超过了 这个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那么这个项目就应该投 因为他可以增加股东财富